公益代言人 歡迎陳雅蘭 雅蘭街 陳雅蘭穿著圍權登台 這一天沒有要下廚做料理 而是以救助套餐 公益大使身分 號召粉絲們跟他一起獻愛心 落魄的時候 然後當乞丐 然後他就會唱江湖調 或者是乞丐調 然後台下就有人丟錢上來 那個就是我們台灣 特有的溫暖的畫面 他演那個乞丐是在演戲 可是他就不由自主的想要幫助他 大家都說台灣最美的風景就是人 陳雅蘭也贊同 認為取之社會回饋社會 積極的拋磚引玉 幫助弱勢家庭度過難關 因為他能夠理解 遇到困難的時候 有人雪中送炭的感受 因為在傳承歌仔戲這部分 其實我會磕磕碰碰的 就是電視歌仔戲 以前在楊阿姨的手上非常的風光 可是現在數位媒體崛起之後 其實分散了很多觀眾的注意力 我還是會努力 就是我並不會放棄 致力於推廣歌仔戲的陳雅蘭 最近開通新的社群平台 和粉絲有更多交流機會 還會透露一些不公開的行程 打造一個秘密基地 外上的人叫依人 內上的人叫愛人 你確定是哪一種 我應該是愛吧 還是可以選Q 少說個性內向不愛說話 不過為了粉絲 陳雅蘭不定時會用語音 分享心情在社群裡 讓更多人了解皇帝私底下的一面 TVBS新聞 莊奇緣 朱光宏 江柏俊 楊慈英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